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 海军陆战队 蛟龙突击队 新队员选拔 进入白热晃阶段 前期不被看好的 预选三小队 预错预勇 在抵拼中加速成长 海对岸射击 他们罚得头筹 首次实现总分领先 周挺合作和海对岸射击 第一名蛟龙预选三小队 预选二小队 在队长带领下 从细节入手 紧扣比武要求 稳扎稳打 期待反超 报告导致快 二小队 连勇气到达到去 很好 加三十分 预选一小队 从大胜到小胜 在老辈对手接连赶潮 主力队员王文玉的意外受伤 让他们的突围之路 雪上加霜 你让我伤掉了一个队员 你还有脸在这里 王毅 你能不能坚持 不 我能 第一小队能不能坚持 能 我很欣赏你们现在的勇气 但是 勇气不能代表一切 今天不可可 就淘汰你们 交流 撤 最终三支预选小队 谁能佩戴焦龙勋章 敬请收看本期 谁是终极英雄 焦龙珠海 因为我是小队的狙击手 队长给我分的目标 是打高价值的目标 我在狙击镜里面看到 步枪把 清击枪把 然后还有通信力的把 我都能看到 但是为主我没有看到 指挥官的把 就一直盯着指挥官的把 然后一直等那个拔出 射击完左侧指挥官把 我马上调整枪口 射击右侧指挥官把 人之把伤的带脱 最后射击人之把伤的带脱 最后设计人之把伤的带脱 最后设计人之把伤的带脱 大陸的海射擊本身難度就很高 炸點磨亂炸響 激起了大量的煙火和水物 再次增加我們的射擊難度 我們因為平時射擊很多速射 射擊速度就比較快 基本在一分鐘左右就完成了射擊 射擊完畢 低下組前方緊接 三下組後方緊接 過頭 三下組後方緊接 第二小隊開始 接著 第二小隊開始 第一座 接著一些機槍 第二座 然後如果有機槍 這些都是壹個機槍間 不是艇子嗎 第三个指挥棒 第四个步枪 第五个通行冰 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到 大约有16至18个板 从左只有我们对他 一次进行的编号 然后由李昭雅 负责对1至4号板进行射击 夏亚慧对5至9号板进行射击 我对10至14号板进行射击 李昭利及吴仑辉 对两艘冲冲舟上的板进行射击 狙击手王小坤负责 指挥官板及通信兵板 同时他还根据他的设计条件 对人之板进行射击 开始 当我们进入射击声位的时候 心跳比较快 呼吸比较急促 所以我们做了短暂的调整 避免因为呼吸急促 把心跳过快影响我们的射击 当时我射击完毕以后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射击比较权重 然后我迅速进行警戒和观察 我只有三发子弹 我对我能力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对这方面都进行过专业的训练 当我到达正位之后 就迅速地第一时间 寻找这个高加值目标 找到之后就迅速进行狙击 当我打完人之马之后 我观察到 这位观马出现在我的狙击击里面 因为达正位观马 只有八道人的时间 然后我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枪 瞄准这位观马 然后冷静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然后对这位观马进行狙击 后院路车回 走 开始走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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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观察方式是由远至近 然后着重观察 第一 重要目标 因为重要目标的得分点比较高 你负责桌上的 听说没有 拘手 走 你负责远处的指挥官和这个研究人士吧 听说没有 明白 负责最中间的合手 没有 李希腊和我负责远处的通知名把 都抢手吧 听说没有 明白 加油 没有 开始 我们支援宝战营 队队的科目接触比较爽 所以当时打的时候心底也是比较没底的 进入射击阵地的时候 呼吸比较急促 调整好姿势以后 首先先调整自己呼吸 心率降下来 稳住了这个枪之后 才进行射击的比较缓慢 听见炸点的第一反应 就是下一车去规避 导致要重新调整这个射击姿势 再加上炸点爆炸产生的这个水墓 对射击的影响比较大 打把传弹把子的时候 我就打一个最左侧 远近铝目标的胸团把 胸团把肯定是打中了 看到至少我有两枪是命中的 后面我打了两发子弹 也是瞄准左侧的胸团把 我的第一个目标选择是人质把 当时的风向从三米每秒 迅速到达了六米 甚至七米每秒的风数 在我激发的时候 我的瞄的脸变了 当时我打出耐发子弹之后 我发现情况不对 可能达到了右边的人质把上 这个时候也没有顾及那么多 迅速调整状态 瞄准到下一个目标 好 指护官 迅速做出射击 当时海浪和海风面雷大 对他们的状态也越来越破坏 我都不担心 打滑几枪 毕竟没有灭中 我都不担心 在那儿 没法 我现在还不担心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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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小組撤離 因為風浪的原因 把船和岸上的目標 晃動越來越大 隊員們都在等待著 最佳的激發時機 但是時間有限 直到結束 這個最佳的激發時機 還是沒有到來 導致一些子彈沒有打出去 第三組跟我來 第四組 同學們 指揮員正確的部署 來自於正確的決心 正確的決心 來自於正確的判斷 正確的判斷 來源於周到的 和必要的偵察 和對所有材料 連貫起來的思考 今天我要各小隊 利用一切可能 和必要的偵察手段 對敵方情況去尾層真 去除取經 會整層偵察報告 大家施不清楚 撐 撐 各小隊 再開 各小隊 撐 撐 他們越隱蔽 讓敵人觀察哨 到達第一潛伏點 在第一潛伏點 他們將 隱藏不必要的物資 之後 扶手探員到達第二潛伏點 在第二潛伏點 對敵人目標進行偵察 偵察 偵察結束後 各小隊 上交偵察報告 卻強調的是 各小隊的偵察報告 將對最終的破襲行動 提供重要的前期情報支撐 如果哪隻小隊不能完成 情報蒐集 傳遞 整編的任務 我們將讓他們直接 離開人次懸罰賽 在這裡登陸 前任警戒 好 照帶上 拉繩 為什麼要第一個警戒 騎人 跪姿 好 機格跟我 走 好 機格跟我 二組負責在前方開路 一組負責指揮 三組負責後方警戒 因為我們是六個人 大致分為三個小組 陳樹安和熊淼為第一組 然後我和何啟豐為本隊第二組 王玉和鄭川海 第三組 我和何啟豐主要負責在前方開路 然後按照這三個組的分功 將近掩護 前方 叢林茂密 二組跟我繼續前進 一組三組負責跟進 注意保持通勢距離 二組跟我來 大家跟緊二組 這片地域 它這個關木蟲叢林的特點是 藤腕 荊棘特別多 以及雜草 各種東西交織 前進非常困難 通行100米 類似於平地上 通行個五六百米 那樣的一個速度 而且叢林裡面很難辨別方向 小隊之間路必要跟緊 不然極其容易發生掉隊的現象 雖然蟲林地裡面情況比較複雜 但是它有一個巨大的優勢 它為我們隊員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是我們非常好的一個滲透路線 幫助我們可以隱蔽秘密地接敵 所以說我們在前面開路的時候 並沒有過早地穿插出去 大概都開了大概一兩百米的距離 在到達我認為可以安全地秘密 出從命的點之後 我再帶領兩個隊員出去的 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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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面的時候停靠岸邊的時候 現場會第一個下船 給我們帶後警戒 其餘人員陸陸續續下船 找好自己的站位 然後我們慢慢想密敵尋進 五昌立 走了 這下船集合 在此處現水蜜包 合起風警戒 其餘人快做解讀裝具 因為我們這次的科目是需要人員隱蔽的 所以說我們要減少自己身體暴露面積 但是水蜜包它的體積過大 會隱蔽 所以說我們採取是在離敵人家園地方 然後先首先把水蜜包隱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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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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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修正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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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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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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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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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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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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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